长辈们坐在椅子上等待问诊及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随着高龄长者纷纷接种 各地开始传出施打疫苗后猝死案件 让还没施打的长辈忘之却步 台北市公布第二梯次预约施打疫苗成果 施打率明显下降 礼拜我那天打疫苗人数真的降了很多 我们本来预约是有预约的98%有来打 在85岁那一组 一般会预约的就是他本来就打算要来打 所以98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临时有事干什么不能来 所以98算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合理的数字 那么再降第二波的时候要打80到85岁 不可会言的 因为很多长者打疫苗以后突然报纸上 媒体上说什么死了几十人 所以果然礼拜五那天大家就吓到 所以这数字很明显的从98掉到79.08 很明显的下降 不过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打还是比较对的 所以那个数字又回到91、96 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打疫苗你知道 大家也不要因为一个新闻事件你知道 然后就突然惊慌你知道 从这个我们这三天打疫苗的那个预约 然后有来打疫苗百分比很清楚的看到你知道 新闻事件你知道对打疫苗的影响 离拜很明显的从98就掉到79 然后慢慢又回到91、96 不过还是这样我们从科学上来讲你知道 该打疫苗还是要打的 因为特别在长者你知道 因为我看统计数字上80岁以上一得你知道 死亡率是国外是20 我们台湾自己的数字是差不多14 如果到75岁还是都差不多10% 所以这是你想想看得到一个感染死亡率10% 这才是很高啊 科文哲还是呼吁除非有身体不适 或是以往打疫苗就有过敏状况 否则新冠肺炎对长辈的杀伤力这么大 以全球科学来讲还是打疫苗比较好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